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今天23号再度公布了两期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 这患者是父子关系 目前都已经在负压隔离病房进行观察治疗 指挥中心表示这两例的个案呢 还有其他七位密切接触的家人 其中小儿子跟老母亲都有呼吸道不适的症状都在裁剪当中 目前经过调查发现了这个小儿子呢工作密切往返两岸 去年12月初从广州返台 但过年期间还曾经跟有中国旅游室的朋友聚餐 目前高度怀疑他很有可能就是这起群聚感染的源头 第一跟大家报告 也是我们今天有两个确诊的案例 台湾在新增两起确诊个案 患者为父子关系 近期没有出国史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研判 又是家庭群聚感染 2728都是有肺炎的状况 27也进到家务病房里面在招呼当中 那所以相对他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一些 那再加上他的年纪非常的大 以及有高血压糖尿病 洗肾等等这些慢性疾病 所以是现在在密切的观察照顾当中 指挥中心调查证明北部80多岁男性 本身有慢性病史 在2月6号出现咳嗽流鼻水症状 9号因为发烧诊断出肺炎 收治单人病房治疗 一周后突然呼吸急促转进家户病房 20号怀疑罹患结合病 再转负压隔离病房 21号通报裁检 23号确诊 另外他的50多岁大儿子 则是早在1月31号就出现症状 2月4号到门诊就医 8号因为持续发烧送急诊 诊断出肺炎 之后在11号和18号两次回诊治疗 21号通报隔离裁检于23号确诊 其他亲民家人也正在检验当中 家人就是说这一对夫妇 还有他们的两个儿子 他们的家人总共有9个人 那我们都会陆续的来做裁检的工作 那至于说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发现一个个案之后 在了解其他的人 那在这目前我们觉得说 这是一个相当局限在一个 目前看起来是在一个家庭内的 这种传染 但是仔细的调查 我们还要持续进行 指挥中心发现家庭中 除了两例确诊 案27的妻子在2月8号 也有咳嗽症状 至于他的小儿子 因为工作密切王帆两岸 去年12月初从广州返台 过年期间还曾跟有 中国旅游室的朋友聚餐 1月29号喉咙出现轻微不适 还在等待裁检结果 目前高度怀疑 很有可能是家庭取军感染的源头 指挥中心初步匡列 医护人员接触者一共115人 已经裁检40人 其余正在检验当中 将持续针对个案 发片14天前的活动史 以及可能暴露的社区民众 进行追踪调查 记者陈子凡 叶林凡 黄以才台北报道